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分享一下近期的一些市场交易的思路 包括一些具体货币的操作的策略 郭凯你好 洪宇您好 郭凯我们接下来首先还是从筹码层面的分析上面来看一看 美元现在的一些持仓数据的变化 包括主要的几个品种目前的具体状况 总体上我们看到在上周的时候 在这个图表的左侧的这个柱状图 我们看到美元的近空头寸由上一周的大约10个B0 就100亿美元的近空头寸 增加到本周的13.7个B0的一个近空头寸 这说明在筹码层面上整体上而言 市场当中对于美元空头的走势还是比较认可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各个货币层面上 这些货币在过去的一周里边 特别是在周四周五的时候都出现了一些不同幅度的涨幅 那么中间有着比较多多头增加的是看到 我们注意到欧元和英镑有着显著的多头仓位的增加 那么我们看到在这种多头仓位的增加的状况下 欧元对美元的由下方的1.21左右的位置 一直去挺升到1.2350的这个关键的关卡价位上 那我们认为如果欧元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一个上坡的话 可能就会重新进入到原有的这种宽幅震荡整理的区间当中 那假设没有上坡呢 那可能欧元又从又在这个下半段 也就是从1.20到1.2350之间的上下震荡 其他的非美货币当中我们注意到英镑有所反弹 澳币在今天特别有意思的行情 我觉得我们也谈过很多次了 每一次在议席会议之前的这一段时间 澳币都会走出一个小小的涨幅 市场对澳币的加息还是有所期望的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也不例外 在加息的就是在议席会议的之前 出现了一波大约20到30点的涨幅 另外我们注意到美加这个货币队走出了破位的行情 那在上周的时候我们认为1.2 就是在上周的时候我们认为1.2950的1.29的这个位置上 了结了欧元的美元对加币的多头投顺 甚至还在这个位置上布局了一些空单 我想如果有这种空单持仓的投资人 应该在这个地方离场了 我们注意到美元对加币还是走的比较强的 那这个货币一冲而上 现在已经占上了关卡价位 朝着1.3的这个关卡价位了 在上冲 那美元对日币也是在走出一个多头行情 黄金呢 我一会再下一页图可以看得到 黄金目前走出了一个长短趋势不相一致的行情 所以投资人在交易黄金的时候 既有机会又要把握它长线短线的方向的不同了 对 所以我们接下来跟郭凯刚刚提到黄金的一个长短不一 我们来详细的从这个图表当中来分析 这个长短不一 以及这样的一种状况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交易的策略 下一步的交易的这些思路应该如何来制定呢 那我们看到黄金的这张截图呢 我们通过一些趋势线的方法和标准偏差 整具通道的方法来去研究黄金的四小时走势图 我们注意到黄金在最近两周里边 它的走势可以说是相当的漂亮 我们在一个深蓝色的这个下向的通道当中 注意到黄金在每周的 就是在过去两周当中的周初周一二三的时候 都走出一波下跌的行情 这个下跌的行情在我们在图形上可以看到 黄金的这波下跌的行情 每一次走出一波下跌的行情 紧接着就是伴随着一波反弹的行情的走势 走势也是有着相当的规律性的 那这个行情通常是下跌大约40美元左右 然后第二波行情也是下跌40美元左右 从1340下降到1300的这个关卡价 两次下跌之后都有一个不错的反弹 这个反弹的高度大约是下跌深度的50%左右 就是下跌40美元 然后回调20美元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次回调的位置到了0.618的位置 所以我们想中短线上相对偏短线的投资人 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去横低去买一些黄金 但是整体上我们注意到黄金已经逼近到 它的下降趋势线的下边缘 如果我们注意到前期的规律性仍有存在的话 可能黄金仍然会走出一波再次去探底的行情 也是有这样的可能的 我们在交易内参当中会看到给予黄金的一些 短线上的多头和中长线上的空头的指引 所以在这个时候 投资人在去交易黄金的时候 一定要去把握住自己交易的节奏 还有自己交易的脉络 这样的话可以比较好能够交易黄金 好 谈完黄金 我们再回到这个整个交易计划当中 来谈一谈今天的一个主要交易的思路 在今天的交易的内参当中 先来看到我们注意到 澳币在今天的时候出现规律性的早盘反弹 那这个规律性的反弹 我们注意到这种神器的规律 已经有大约持续了13到14个月的这种时间了 就是每一次在RBA在议席的会议时候 澳币都走出一波上涨的行情 总是这样 所以下一次投资人再去了解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下一次再到下个月 第一个星期 星期二下午澳洲时间 两点半的时间的时候 那还是会去公布这个数据 这个现象的还是有大概率的 这种可能性去发生的 另外在今天我们还去看到一个货币对了 是英镑对日币在今天也是走出了一个 底部大型阳线上涨的一个格局 那大阳线上涨之后 我们看到昨天晚间的时候 欧元对就是英镑对日币 走出了一波上涨的行情 一波大型的阳线 那这波大型阳线内部 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支撑的位置 构筑这个底部形态 所以投资人也可以关注一下 146 145左右的英镑对日币的这个关键位置 在日线图上这个位置也是看得比较清晰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放日 持仓层面呢 我们在原有的欧日的空单 目前已经接近到这个获利了结的区域 大部分的仓位已经平掉了 美人队加币我们离场了 原油的这张单呢 我觉得如果空单的位置做得好的话 还可以持仓 如果空单的位置建立的不好的话 那在损一两平的位置上 应该把原油的这张空单去了结了 总之内容是非常多了 投资人可以搜寻一下call trading 然后去得到第一手的教育资料 因为节目当中哈 我们就时间有限 没有办法一一的去这个细节上 给大家把这每一个品种都谈得很透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刚才郭凯先生提到的这样 您的声音可以稍大一些吗 我这边听的不是特别特别清楚 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你最后哈 最后我们再给大家谈一谈这个 下一次的这个交易密讯的这个活动啊 那是3月24号 郭凯海来跟我们简单谈一谈吧 那每年的时候我们会在 中国的一些大型的城市 北上广算的进行一个交易的密讯 那这三天两夜的密讯呢 我们会把所有的同学 集中在一个五星级酒店里面 进行一个交易的 这种知行合一的去培训 那通过三天不间断的学习了 我们能够使投资人真正在交易的层面上 动得我们在交易当中 为什么盈利 为什么亏损 同时我们也会把一些 call trading的特有的交易指标 和还有一些交易的这种诀窍了 在这三天两夜的时间里面 特别密集的和投资人去讲述 所以有兴趣参加 和有时间参加的这些投资人呢 可以搜寻微信call trading 就是我们这个 具体了解 也可以登陆我们的网站 获得这种第一手的交易的讯息和资料了 好的 非常感谢郭凯先生啊 今天带来的一个市场的分析 我们这个在下次节目当中 再做连线分析 谢谢 好的 红尹再见 好 再见 再见